然后不是说没有发射实弹吗 有哦 有发射两名飞弹 朝着大陆内陆的方向 方向射去 传书记者习佳林 这个讯息含量奇大无比 好 当然第一个是 军事上的一个操作 另外呢 我觉得政治上的操作 也让大家百思不得其解 那我们的国安单位 能够掌握是一件好事 但是没有透过正常的方式 第一时间告诉国人 而是呢 我们看到 17号 这个习佳林 引用匿名的台湾官员 用这种方式写了一篇独家报道 然后今天各媒体呀 还有包括陆媒都广泛在引用 那这个操作方式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匿名呢 中间有哪些不能讲是吧 然后这个旅理师 这个小舰长就说嘛 这个海军的 解放军的这个海上兵力 有17艘 当时啦 海警船17艘 我们的主战艇全部出港 加起来也不过26艘 他说这些呢 都是我们的国防部没有讲的 包括所谓的实弹 进到24海里都没有讲 还有舰艇的大小也没有讲 说人家很大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虽然小但是很灵活啊 好 你看一看 我们全部加起来 就汪不浪当26艘 再怎么样都没有办法 好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们来跳到这边来 就是我方也发布了很多照片嘛 就是康定舰跟大陆的太原舰 海上对峙画面 所以我方人员不是拿着望远镜吗 从他的这个后脑勺拍出去 就看到对方 那张照片呢 大陆的博主也拿出来 细看细看再细看 就发现呢 双方处于禁防炮的射程范围之内 他们做了一个结论 叫做台军匆忙出海 为什么呢 因为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样的一个近距离 照理来说要穿着战斗防火服 万一真的实弹 这个招火怎么办 所以大陆这个解放军的船舰人员 已经是防火服上升 但是我方并没有 台军匆忙出港 没有进入战斗状态 另外一个似乎没有进入战斗状态 就是赖清德的那个嘛 古安高层会议的照片 不是之前讲吗 不但没有军事专业背景的高层 而且怎么会在这个紧急会议当中 政府总统同时出现呢 如果遭到斩首的话 就是政府总统同时都没了 是吗 我先请教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待 习家林所写的这个独家 这个时候丢出来是什么意思 坦白讲那个 从海上射到内陆的飞弹 那个我觉得跟台湾无关 因为那个距离绝对超过400公里 那大陆也常常这样射 这也没什么 所以这跟立舰逼是两回事 我觉得是两回事 那他只是特别提到 因为他只是在讲说 谁说他们没有射飞弹 有啊 他们从海上往内陆射 他讲话就是这样 他说没有射飞弹是一个错误讯息 然后下面就有人在分析 那就有人立刻讲 这个跟台湾没有关系 对 我有看到 对吧 就是他的原文嘛 其实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36艘军舰跟海警船 有25艘进入24海里 他直接写出来 那事实上2024A就立舰A 立舰A我们那个时候不是在变吗 说他们没有进来 那结果我们公布的航机图 跟道路不一样你知道吗 那结果被美国CSIS拿去分析啊 说台湾的航机图怎么那么奇怪 他们认为大陆那个比较对 事实上有进来 可是是叉边 那我们国防部上次就有 特别开记者会 否认他们有进入24海里 那这一次国防部不讲话了 因为太明显进来了 结果他形成了 那个中国大陆有播出四张图了 就是四次军演那个椭圆形越来越小 对对对对对对不对 其实这个丽将军应该比我了解了 坦白说啊 他等于是在现场 这个不是军演 军演一般是拉到某个地方 然后模拟那个战场的情况 他就是一个实施军事行动了 他根本就是在现场在做预演嘛 然后离你那么近 然后你没有能力把对方推走 这样你就输了啦 你去看哪一个国家的军演 我举例啊 中俄海空接近美国阿拉斯加外海 人家根本就还在24海里远远的地方 刚刚就三艘驱逐舰出来了 那飞机也是啊 那个美国跟加拿大 上次不是战略轰炸机中俄联手 从看哪家半岛 然后要接近阿拉斯加外面 美国跟加拿大飞机就飞出来了 他不让你进去啊 我们完全没有这种动作 比如说海巡船出来了 人家照样进来 你能够把它驱离吗 这个顾立雄在立法院应答的时候 他就说我们呢会在 就是当然我们不希望过度反应 所以我们会在应变区内 去做相应的一个应循 我跟你讲应变区 就是24海里嘛 不然就是月中线嘛 你根本没有处理嘛 对 我跟你讲那个 我记得那个张延平 副司令他也讲过嘛 他说你用F16V 用弹夹舱拍个照 这样叫做锁定 这个叫目标获得 不叫目标锁定 拍个照的人干嘛 他不是照样进来 所以 没有啦那个是顾立雄 那个问他的那个立委 不够尖锐啦 不然他根本就答不出来啦 我跟你讲啊 这么近的一个现场的 战争预言 你完全没有办法把它推出去 他越你中线 越你的24海里线 你完全没有办法把它推出去 而且你知道他还做什么预言 你知道吗 那个辽宁舰啊 他出来了 然后舰载机飞上 然后那个无锡舰 在那边扮演台湾军舰的角色 让他们练习射箭 你知道吗 做那个空队 空队舰的攻击 就在花东那边在练习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坦白说啦 这个我认为 各国的军事专家一看就知道 你就是没招嘛 因为你如果是真的有本事 谁能够冒犯你到这个程度啊 比如说那个中国大陆 也针对那个什么 加拿大 澳大利亚的飞机 飞进 然后就可以射金属带啊 对 对不对 那上次美国跟韩国在黄海演习 他不是搞一个包饺子 那逼你吵吵结束 所以你要有招 让对方自然而退 这样才展现出 你有反封锁的手段嘛 我跟你讲 他这次根本没有手段啦 因为到最后 你可以看到那些动作 通通都是摆拍性质 对 比如说 我们高雄爱河 出现眼镜蛇直升机 你这个是要干嘛 对 市区 你这是要干嘛 人家又没有登陆 人家基本上是在24海岭那边 做封锁的演习 所以可见摆 但是摆拍也摆拍的不专业啊 对防火服也没穿 政府总统同时出现 你讲的那个是国安会议啦 对 国安会议那个 坦白说来 也没有一个参谋总长 对不对 而且人家是反 人家是封锁的演练 我觉得国民党的新闻 还讲得比较准 说那个 那个我们的运输的物质 我们有没有应变啊 结果那个国安会交通部长不在 最重要的交通部长不在 事实上反封锁 交通部长也是最重要的人物啊 我跟你讲你还讲国安会议也是摆拍 还不只啦 还有在我们那个鹅兰鼻 那个龙盘基地 把那个导弹车立起来 那个要干嘛 那个要干嘛 事实上 你你要 你真的要让人家感受说 我有能力反封锁 或者我有能力把对方推出去 那你就要做驱离动作啊 事实上 我觉得这个军演 就是让台湾的老百姓都看到 我们完全没有驱离的能力了 那对方 随时要来就可以来 因为这一次人家是 一点集合啊 五点就到了 对对对 五点就到了 实在来讲 不只是13个小时 稍后我来问一下 刚刚亮哥讲了很多的细节 那为什么这位匿名的 这个民进党籍的官员 要在此刻把这个讯息丢出来吗 那这是漏民进党的气吗 就告诉你 就是进入了应变区啊 那进入应变区 我讲另外一个 那海军司令唐华 怎么可以在经济学人那边 大爆我们的缺点 这个也是在爆我们的缺点 一个是经济学人 一个是金融时报 都是英国的媒体 不能不讲了啦 不讲给美国听的啊 说我们弱到爆啊 这个就是 为什么是英文 因为他要对美国人说啊 比如说 你那个武器还不给我们啊 这求救信号吗 当然是啊 不然唐华怎么会讲那个呢 照理讲唐华讲这个东西 回来总统应该要把它换掉 对 泄露国家机密 对啊 而且他还说 我们不能挑衅啊 对 我们要克制啊 赖清德应该很不舒服 必不能让对方 有那个借口来封锁我们啊 那赖清德不是 就是他警告的对象吗 对不对 那结果他回来都没事 表示他做这个记者会 不是记者会啦 接受经济学人 然后他决定要讲这一些 我认为参谋总长应该是知情的啦 我不相信 我们的海军司令可以自由到这个程度 坦白讲我 我也活到这一大把年纪 我就没见过 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的海军司令讲话到这个程度 而且事后相关单位也没有出来否认啊 也没有否认啊 没有啊 所以你说他事先 国防部知不知道 国安会知不知道 参谋总长知不知道 我认为应该是知道的 对所以今天这篇出来之后 我们一直观察到此刻为止啊 这个民进党这个方面也没有任何的否认嘛 就承认有这件事情 亮哥讲的对 绕着弯子跟美国呼救对吧 该给我们都要赶快给 然后台湾真的是很危险 我们对美国都是讲真话 那对内都是做文宣啊就这样 所以国防部最 这个十少当天发布的那个叫文宣 这个才叫做真话 是跟美国讲的 我先带大家复习一下 两个重点有没有 一个就是说 大量的进到我们24海里 第二是有激发时代 当然是往这个陆陆的方向所激发 来复习一下 就是昨天如果说你没有跟上的时候 记不记得 这个顾立雄在立法院怎么讲 为了避免过度应对 我们的国军会在应变区内 来维护我们的海江跟领空 那现在习佳林的报道 就是说民进党自己讲的 早就进到应变区 大量进到应变区 所以要不要去问一下孤立雄 那请教一下进到应变区 如何维护呢 那当时记者就关注 什么叫做应变区 我方所发明的嘛 国防部发言人还说 不会具体说明 我就是不告诉你 什么是应变区 但私下又跑去跟自由时报解释 讲了一大坨 这一大坨翻译成白话文 就是24海里内 好这是昨天的 来我们再回到今天的 就是这一篇嘛 对不对 出口转内销 我这里补充一下 因为他说有125架飞机嘛 对不对 他有90架进入应变区 他的用语也是应变区 对大家就知道了 就是礼拜一 立舰逼的这个军演 到今天我们才知道 真实的状况 这个轮廓越来越清楚 大量的机舰进到我们的24海里内 然后我们几乎无所作为 然后呢还有两发实弹 来我来问一下立将军你判断 那两艘实弹是从哪里击发 用什么样的载体 轰流吗 还是这个海上击发 朝什么样的方向 时间点什么时候知道吗 为什么 我觉得这次来讲的话 以前来讲日本这个消息比我们还准确 为什么这次日本没有听到他们 有任何的报道 所以我认为说 不一定是从军舰上面发射的导弹 那很可能 如果从他整个带弹的影片里面 我们看到他轰流战机有起飞 而且实施空中加油 而且起飞的时候我们都注意到 他挂了两枚英机21 那会不会是轰流战机 在海上来讲的话 他实施反介入跟区域拒止作战 然后当然他不能朝太平洋上面来发射 那对国际来讲影响很大 所以他就朝内陆来发射 那大家印象中应该还记得 这个解放军曾经在内蒙那边 这地面上面画了一艘 美国福特号哈姆的这种模型放在那边 那是不是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是 如果说是解放军要武统台湾的话 大概不会对台湾用轰流战机 那时候我也是存疑 为什么要用轰流战机 来对台湾实施这个联合利监 联合逼的演练 然后现在可以证明 他这个轰流战机 事实上他就是在做一个反介入 跟区域拒止的威吓作战